下面这篇文章,是这两天中国网络上最热的文章,讲述一位来自宁夏的33岁未婚女子,在作者的出租屋里饿死的故事,外地女孩,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这件事,一直想记录下来,但只要提笔就觉得沉重,不知从何写起,六月下旬,平平无奇的某天,一通电话,将我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情绪黑洞, 我的租客,死在了我的房子里,时间久到尸体已经高幅,面目难辨,慌乱了一上午,因为我人不在西安,于是,物业,中介,开锁公司在我的授权下,打开了房门,物业全程给我拍摄视频 房门打开前的每一秒,我都期盼是虚惊一场,但直到开锁师傅彻底将门打开,指着屋内的地板,很小声地回过头来说,人死脸 声音轻道,我要把手机声音键开到最大,才能听清楚这三个字,视频也到此嘎然而止 房门再次掩住,开锁师傅离开,摆了摆手,开锁废,算了,物业报了警,一切要等警察来 警察出警不算慢,可远在新疆的我,却觉得无比漫长 CS,谋杀,突发疾病,入室抢劫杀人,诱惑着死者是谁,确实是我的租客吗? 无数的疑问,在我的脑海盘旋 警察来了,法医也来了,尸体被炙走,三十楼一上午的喧嚣嘎然而止 今年四月初,我在北京出差,突然接到中介电话 我在二月底,委托他帮我出租的房子,有人要租 这个房子是个只有五十平的单身公寓,但因为地段和装修都算好,租金不算便宜 房子挂出去后,询问的人很多,但基本都嫌贵而一直未租出 直到四月,我都快忘了出租这件事,却突然接到中介电话 租客很干脆,从看房到签合同,没有超过两天 当然,租客选房,我也选租客,我询问中介,租客的具体情况 信息很少,但足够我放心 91年的单身女孩,从宁下来,职业是会计,目前正在西安找工作 看房,验房,网签合同,等流程都很顺利,只是交租金时,一波三折 一开始,租客问我要了支付宝账户,但没有转来,后又加了微信,也没有转来,辗转多次 我也没催,直到下午他转给我,中介说,因为输错密码导致锁卡 专门去银行办理了解锁,才将钱转出 这个细节,我当时并未在意,粗心的我,并没有意识到,但他的死亡,从他交租金时,其实就已经埋下伏笔 半年的房租,后来我才了解到,都是他的母亲,找村里的亲友借的 如果时光倒流,我一定劝他别花这钱,回老家 可当时,他甚至对我屏蔽了朋友圈,我对他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大好年华,本该是奋斗的年纪,但究意什么,是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时至今日,事情早已了结,警方也已结案 他的生理死因,依然是个谜 就和他的骨灰,一物,最终被他父亲,像丢垃圾一样 丢弃掉,再无踪迹,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了 整理这些记忆,依然觉得内心烦乱,过程中 有太多颠覆认知的地方,太多中国社会 中国农村难以触及,根深蒂固的痛点 我该如何叙述,一个西部贫困山村女孩 经过怎样的努力,考入北京谋211名校 毕业后的几年,一心考工 多次取得家乡省份事业单位 彼是第一的成绩,却连连因面试环节落榜 最终又怀着怎样的失望,远走他乡 依然没有找到与孤傲内心,与名校出身 与家人期望相匹配的工作 最后又是在怎样的绝望中 结束了自己短暂的33岁的生命 我也曾气愤过,气愤人要寻死 方法千千万,却为何死在租住的房子里 让我蒙受巨大损失 气愤他莫名其妙 不留直言片语地离开 让我也背负过嫌疑 但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 我却又恨不起来 我为死者年轻生命的消失而惋惜 也心疼死者面朝黄土 被朝天一辈子,却依然一贫如洗的双清 也因西北贫困落后地区的风俗习惯而落泪 但很多时候谈起来,只有一声叹息 尸体被法警拉走后 警方很快就联系到了他的父母 原来他的家人,在一周前 也将女儿按失踪人口报了警 他们最后一次联系到女儿 是4月20日 女儿用微信问母亲生活费 母亲表示家里确实没有钱了 要等她去见 此前的4月9日 母亲才问亲人借款1万多元 转给女儿支付房租 4月21日 母亲再次找人借到1000元 转给女儿 从后续警方调查来看 这1000元还是死者母亲 分两次各借500元凑的 女儿没有收 随即拉黑了所有亲人 至此 一直到她死去 都再也没有联系过任何亲人 为什么没有收着救命的钱 反而拉黑了所有人呢 答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 只是从警方掌握的 细致末节里推测 女孩心高气傲 从小学习成理好 村里无论谁提到她 都是竖起大拇指 作为家里 甚至村里的骄傲 她一是愧疚父母 又因她而借钱 毕竟自己已经33岁了 还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 201000元杯水车薪 不是她的预期 反观她的父母 作为宁夏西海沽地区的农民 能把一个非读生的女孩子 供到北京去读书 毕业近10年 一直负担没有工作的女儿 的生活开销 实在堪称伟大 要知道 死者家乡这个县 直到2019年才脱贫摘帽 而宁夏的西海沽地区农村 曾经也是重男轻女 较为突出的地方 一个农村贫困家庭的女孩 能坚持读书的不会太多 往往是很早被嫁做人妇 但在我后面与死者父亲 面对面的交流中 老人透露出了 对女儿厚重的期望 她把书读下了 是我们全家的希望 甚至是村里的希望 家里就指望她了 这里 我似乎理解了女孩 对考工的执着 也能感受到她巨大的压力 直到6月初 女孩家人 一直联系不到女孩 报了警 我远在新疆 一直和办案民警保持联系 对方表示 我不必着急回去 目前回去了也没用 第一步要等死者父母 从宁夏赶到西安后 进行DNA鉴定 确定死者就是我的租客 我不断询问死者死因 仅为谨慎 只告诉我死亡时间 大约两周至20天 尸体高辅 是因为那些天 西安持续高温 而从房屋内情况 初步来看 屋内整洁 门窗完好 基本可排除她杀 但是需要再次的现场勘验 并通过调取死者的电话记录 楼宇监控 甚至购物记录等 大量的外围调查去验证 等案件清晰明了后 我再回去也不迟 死者父母 当晚就从宁夏赶到了 仅告诉我 DNA已经提取 二 三个工作日出结果 等结果出来 我就可以从新疆动身 死者父母目前情绪激动 无法接受 就末法提满 民警的话语里满是无奈 六月的最后一天 我向单位请了长假 飞往西安 飞机上 我的手机有三个未来店 都是办案民警 到家已经凌晨 我给民警发具短信 我已回来 会全力配合调查 人生中第一次做笔录 是正儿八经在询问室里 其实在我回来之前 民警的外围调查 就已经基本结束 我的笔录 除了要是案卷更完整性 更重要的是 死者父母 坚决不同意解剖查验死因 理由是家乡风俗 不允许人死后无权失 因为不同意解剖查验死因 这起ZS事件 要结案就变得异常麻烦 民警需要做大量外围调查 来证明这不是一起刑事案件 办案民警也很头大 只是楼宇监控 就好几个T的视频 私下我也表示不解 尸体记忆腐烂 解不解剖又有什么区别呢 除非女儿为何死去 父母其实心里是知道原因的 民警表示认同 并说出了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死者家人从宁夏来到这里 住在旅店 每天开销很大 而解剖尸体需要一定时间 他们不想等 也等不起 只想尽快了结 也正是在民警抽丝剥茧的调查中 这个女孩 最后两个多月的生活轨迹 逐渐清晰呈现 那是任谁看了都会心痛的 非正常生活 我是死者生前 微信上的唯一联系人 尽管我还是被他屏蔽了朋友圈的 但也是唯一可以与他微信 互发信息的人 其他仅有的几个联系人 都被他落黑 警方让我提供 每次与女孩微信联系的时间和内容 因为我没有删除聊天记录的习惯 所有记录得以保存 4月9日 中介让他加我微信 并将半年房租转给我 我收钱后告诉他 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 同时交代他去物业处 进行租住人员登记 并办理门禁 4月10日 他询问我阳台的电动量衣机使用方法 同时将我在房间装饰摆放的所有玩偶 集中到酒柜里 还给我拍了照片 说他不需要这些 我说 如果要使用酒柜 可自行将这些玩偶处理掉 他也表示不用酒柜 4月17日 他给我发视频 又发语音电话 因为我正在开会 就拒绝了 让他打字说 他很慌乱 说家里来了一个天然气公司的工作人员 以屋内天然气管道不合规为由 要求买保险并同时更换气管 他让我接听该工作人员的电话 我询问他 有没有检查对方工作证件 是否真的是天然气公司的工作人员 他向对方提出此要求时 对方没有多说 而是离开了 我随即联系夜 寻同当日有无天然气公司人员 来小区入湖排查 我得到了否定答复 当时 我第一反应是 这个女孩怎么会如此没有生活经验 感觉会很容易受骗 联想到她身份证上的地址 那个偏远的宁夏农村 我忍不住和地说 这边不比她的老家 一个人居住 凡事要多留个心眼 不害人 也别被人骗 为了给她壮胆 我还告诉她 我和我爱人都是公安 如果遇到任何事 都可以咨询我 6月3日 我收到国王陕西店里的短信 提示我电费已欠费23.17元 如果再不缴费 房屋将于6月4日13点断店 我主动联系她 提醒她缴电费 如果停电了 冰箱里的东西会腐烂 我是上午发信息给她 她直到下午17点才回复我 说 知道了 姐 冰箱里没东西 6月13日 我再次收到国王陕西店里的短信 提示我 家中已欠电费24.37元 请尽快缴费 对比10天前 欠费金额 只多欠了一元 我意识到 房子里确实于6月4日13点间断店了 于是再次联系她 这一次 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最后一次联系她 是6月25日 当日 小区物业联系我 我们这洞楼30层 有很大的臭味 经过排查 确定味道的源头 就是我的房子 物业联系了房客 电话是关机状态 又联系到我 希望我能打开房门 我联想到 此前她没有回复我的信息 心里隐约担忧 给她打了多个语音电话 均无人接听 打手机 关机状态 最终 我联系了当时的中介 并委托中介 物业和开锁公司 三方共同撬开门锁 结局便是开头所述 最不愿看到的事情 发生了 做完笔录 竹子核对 最后问上手印 需要我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 算是完成了 明警提醒我 现在想删掉对方微信 就可以删了 但事情远没有结束 还有最不愿面对的事情 就是与死者家属的见面 因为家属希望得到一些补偿 或者说人道主义的抚恤 需要和我面谈 其实那两日 在派出所 我多次与死者父亲擦肩而过 但当时 我们并不知道对方是谁 明警也认为 从法律上讲 我可以不直接与对方家属接触 也没有赔偿的义务 明警可以代替我 带死者父母去我的房子 收拾死者遗物 但明警也多次告诉我 对方家里确确实实很贫困 从死者生前的消费记录来看 他无论吃饭还是买任何东西 都几乎没有超过五块钱 都是买很差很差的东西 凑合吃 凑合用 最后一次楼宇门禁 识别人脸进入 是五月二十几号 此后 无论是监控视频 还是单元门禁 都没有显示 他有过外出 这期间也没有点过外卖 家里也没有做饭的痕迹 电话记录也显示 他没有与任何人通过话 他是在极度的孤独中死去的 联想到法医 推测他的死亡时间 是六月十五号左右 我震惊了 明警是没有把话说透 二十多天时间 独自在房间里 没有外卖 没有做饭 他极大可能 是自己饿死在房间内的 我曾要求 看死者父亲的笔录 被拒绝 但明警还是读了一段 他借钱给女儿开销的过程 我在明警办公室 就没忍住落下泪来 明警说 如果可以 给对方一点经济补偿吧 最终 我们还是在派出所的调解室见面了 警察回避 只有我们双方至场 对方来的是死者的父亲 以及两个远房表哥 外表都是朴实的西北男人面貌 我们聊了很多 关于死者本人的经历 关于他们的家庭状况 女孩心气高 逐一正 总想着要争口气 做事情决心大 就如他高考 取得优异成绩 也如他考工 多次比试第一 他的家人至今仍认为 是考试不公 第一名都不被录取 一定是因为他们农村家庭没有背景 名额被有背景的人顶了去 言语间 对当今社会有很大怨气 我说 既然是这样果决的性格 愿望没有达成 他会不会就已经做好了死去的准备 在他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来源的情况下 去送快递送外卖 也是能养活自己的营生 为什么没有去做 反而是抱着不成功 变成人的心态 并且离开得如此决绝 连封遗书都没有留下 他的父亲 认为女儿的性格 做得出这样的事 但他很快回到正题 既然人已经走了 死者为大 希望我作为房主 能够给予一定补偿 他的老伴已经在旅店里病倒了 也急于回宁夏 事情了结后 会尽快将女儿尸体火化 然后找地方 把骨灰扔了 就当他没来过 把轻轻几个字 我感觉我的头皮都炸开了 我问他 为什么扔掉骨灰 怎么舍得 以后不祭奠了吗 他轻轻呼了一声 没啥祭奠了 他们那里的风俗 女孩没嫁人就死了的 不允许进自家祖坟 即使嫁人了 没生娃就死了的 也入不了夫家祖坟 最后都是尸骨难寻 我一时间感觉很气愤 说这些都是落后的风俗 况且风俗算什么 她是你女儿 你管她风俗不风俗 你就非埋进自己祖坟又怎样 以后也有个烧纸钱的地方 女孩的表哥说 这不是一家的事 人这样死了 村里人也不允许带回去的 我同意了给予一定的补偿 只想尽快结束 不想再将自己缠绕在 如此离奇复杂的事件中 最后一件事 就是带他们去房屋内 拿走女孩遗物 谈妥后 我去找民警要房屋钥匙 案件结束前 房屋贴了封条 钥匙也由警方保管 准备带他们去拿遗物 死者其中一个表哥表示 必须在出派出所前 把赔偿给他们的钱 转给死者父亲 他可能怕我走出去就赖账 面对这样的不信任 我稍稍为之前的恻隐之心 感到懊悔 女孩父亲打开收款码 我将钱转给他 派出所离房子并不远 不到两站路 我提议走路前往 那天下着毛毛细雨 我们都没有撑伞 各怀心事 很快就走到了楼下 我把钥匙交给他们 并把房号告诉他们 拜托他们离开时 把所有窗户打开 我就不上去了 在楼下等他们 他们走后 我坐在楼下的长椅上 仰头看着三十层 心里难以诉说的难过 楼下是闹市区 人群蹊嚷 车水马空 人们都奔赴在 各自的生活中 可是 这些热闹 再也与短暂住在 三十楼的那个女孩 无关了 来来往往的人群 有人知道 三十楼 失去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吗 有人在乎吗 也许我会一直记住她 原因仅仅是 她住过的房子 未来几年都只能闲置 我也不会踏入 她带给我的直接经济损失 会使我记住她吧 可是 她来到人事一场 从西北山村 考入首都北京 有过人生的高光时刻 最终 却落得如此下场 是谁之果 是社会 家庭 还是自身性格呢 什么是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我仍然没有答案 想到等会 就将与死者的家人 再无往来 想到他们还要长途跋涉 赶回宁夏 我去附近的便利店 去买了一些水和面包 想让他们带在路上 刚出便利店 就远远看到他们 已经拖着一个 并不大的行李箱 下了楼 女孩的遗物 真的少得可怜 可下一刻 我就目睹了女孩的父亲 将那个行李箱 毫不犹豫地 扔进了路旁的垃圾桶 没有丝毫不舍 没有丝毫留恋 头也不回地走了 她就这样消失了 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是父母消失的女儿 是村里消失的骄傲 是我素未谋面的房客 我还是迎上去 将手中买的东西 递给女孩的父亲 交接塑料袋 踢手的一刹那 我短暂地碰触到了 女孩父亲的手 又像触电般收了回来 因为想到 她刚刚在房间里 收拾了遗物 那个房间 此前才搬运走了 一具腐烂的尸体 我突然有一种 难以名状的反胃 抬头才发现 女孩的父亲 满脸胀的通红 像刚喝过酒似的 双眼明显哭过 整个人的状态 就是马上要哭出来的样子 连谢谢两个字 都说得结结巴巴 仿佛再多说一个字 情绪就要喷涌出来 她养了三十多年的女儿 她能不难过吗 可是 所谓风俗 甚至是迷信思想 割裂了最后的亲情 她真的能放下吗 我是不信的 道别时 我想 我们此生都不会再有交集了 我嘱咐他们一路平安 保重身体 在我心里 这是替他们死去的女儿 向她的父亲 做最后的告别 一想到我是死去女孩 唯一的联系人 我没有删掉她的微信 我为什么她来这里 gal stomach 哈哈哈 oug 诱 舍 藤